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 然后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咱们刚才写的那个 这个写了一半是吧 那个 现在可以动态了往里边加布局了吧 加布局的话 加 刚才写的是这个对吧 加上了 这个 加上怎么办 你看 adapter也定义好了 下面该做什么 对啊 防定你得有 你得把它实力化出来了 这个这里边就只有一个 或者叫 哦对 这个不能这样 咱们还用咱之前决定好了 这个前缀的这种 这个定好了就直接复制过来 你再想变量名了 其实 想变量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怎么把它起来又有意义又好 是不是 这是刚才没找进来呢 哦 不 就是 保存就好了 他这有时候这个错误其实是有这个问题 你发现他老是红的时候 很有可能其实是正确的 你知道 我刷新不及时 你这时候保存一下就行了 你看刚才明明是正确的 他还是红的 但是我这边一保存就没事了 他有时候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发现他是红了 明明你正确他还是红了 你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保存一下 就不要给他找半天 这怎么到底哪的错还是红了 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经常就在调说 我说这到底错哪了呀 这怎么会有红了 结果有时候 我眼间把这个程序关了 再打开一下 或者是我眼间保存一下 才发现他这个东西 有时候刷新是不及时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你把它保存一下就行了 然后下边就是实力化或者这些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咱们再来签一个新的约定 就是说我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反正我自己的这个习惯是什么了 我的代码风格 不光是命名 命名啊 变量什么这些包装 我甚至在里边的一些方法的 这个调用顺序 什么时候去初始化这个 比如说gradeville这些空件 对吧 或者初始化其中的一些变量 对吧 我在这里边 我都是把它写 写了有固定的规则的 我这规则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规则给写到哪儿了 卡到了 同时才几个 反正是有点慢 咱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是添加这个 刚才咱们那个 Append的那个man body是吧 这个你能通过名字 看起来是什么 对 这个呢 Vill Vill不就是你那里边 各种各样的 Vill是图空间吗 对不对 Button GridVill 这些都算吧 对不对 这个呢 对 你有时候那里边会 各种各样的监听设置 会在那里边要设置吧 这个 对不对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 这个是咱们以后要封装 Slead的菜单 在里边调用这个 Slead的菜单 生成里边的酱 对吧 展现不看 光看这几个 我后来我 我 我在这里边写的话 我每个里边都是这 首先它从名字上 你很容易看出来 它这个意义对吧 另外 这几个方法 你在里边 大部分的操作 都可以写到这里 咱们初始化 编量写到这里 然后初始化 一些Vill 因为GridVill 咱们经常用Stand 什么什么 咱们平常一般写法是什么 是不是经常要这样写 是不是直接就在这里 什么Stand 什么什么 就全写这里 所以说 这就是在 它的这个 里边的结构 真的不清晰 对不对 你在一个这个 Uncred的方法里边 什么初始化 变量 什么乱七八糟的 全都往里边写 设置监听器 也往里边写 你说谁要是拿到 你的代码 看了头疼的 在碰见有些 有些同学习惯更不好了 比如说我初始化 初始化这个Vill 我在这边初始化 初始化完 我马上又设置一个监听器 然后下边 我又初始化一个Vill 我又设了一个监听器 就是交叉错着来 你去找吧 累死你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层次结构 一定要把它画更好 你的代码 就是你的脸蛋 看着一定要好看 对不对 反正我自己的 这个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咱们可以就这样试 试试一下 看是不是写出了代码 觉得看起来就是清晰 对不对 好 这几个方法呢 咱们就在这里边 我直接 现在粘进来了 我在这里边 我直接稍微改造一下 咱们直接就用 对吧 直接把这个 public 这些都是没有返回值的 把这些都给先 实际给它弄好 这些都给它粘完来 好 然后在这里边怎么弄呢 不如RV了是不是翻到这里就行了 对不对 通过前锯你打个GV 很方便吧 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最后你写了多了之后 最后你就发现你写成机械 机械就像一个流水生产线一样 出出来的都是这种一个模板出来的 这个初始化之后了 我们就要 要电量也要初始化吧 是不是adapter要初始化出来 对不对 咱们刚才那个adapter 你看 这一打了dapter这个又出来了 对吧 直接命名 你打个M后半部就帮你补齐了 对吧 这样效率就非常快 出化变量放到这里 拥一个就可以了 把当前this传进去吧 是吧 this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 看下一步干什么 这个lizender咱们先用不着 咱们先把它绑定出来数据 看一下 图不合咱们 咱们要求看看样式怎么样 是吧 先设设定一下 对吧 这个直接就选出来 是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应该是 加载这个主框架 对吧 找它的这个 所谓的view 初始化 初始化这个 呃 这样 最重要 咱们这里边还没调用 对不对 变量的初始化 对吧 这个 这个 把这方法依次调用一下 然后 这些咱们也 先给它添进去 虽然暂时现在没在嘛 一会儿就要写 咱们暂时 现在就 最后帮到这个 对吧 好 这个时候保存一下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下 看看 好 报了一个错 哪报错 来看一下吧 这个把它过滤一下 这个 这个现在应该都熟悉的 怎么用了 对吧 包括里边 报了什么错 资源没有找到 哪一块的资源没找到 没找到 资源没找到 那这样 那这样 咱们来调试一下 看到底是哪 正好 它这样出错的话 把它这个调试也给看一下 应该就是在绑定的时候出问题了 应该就是在绑定的时候出问题了 刚才这个直接看一下它的这个行吗 我猜的是那里边出错了 都没到那一步 咱直接看它代码里边标了是哪一行 你看这样的话 你找的话就找你自己这部分代码 因为它前面不是有这个包名下 这就在有 对吧 直接找自己这里 装机一下 他说这个没找到 这个 没找到 不应该 这就有点奇怪了 这样 咱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开查一下错误 然后一会儿再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 什么情况 行吗 好 好 咱们继续开始 刚才咱们那个 到资源文件找不到那个 就就比较奇怪 刚才 刚才我调试了一下 一行一行代码也没有改 在这里多加了一句话 取了一下 是的是 就可以了 那现在把这句话给删了 他可能有时候在这里边 可能比较恶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资源文件 可能有时候更新 不是太及时 你如果碰见这种 找不到资源文件 或者什么 但是你明明在这里边 又有 你就不行 就把它 比如说关了重开 或者刷新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敲个回车 这样让他就这样 重新再保存一下 让他的这个 生成资源文件的 就是这个目录 让他就这个进入路 让他重新刷新一下 有可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 把调 刚才调试了这个钻甲给去掉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代码 少写了一个地方啊 获取了这个 Core to View 这个最后没返回 返回了什么 我们把它给返回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运行是否 是否正常了啊 嗯 这个 压载进来 但是没显示出来 是吧 Data Adapter Data Bounder 这个都弄出来了 有可能是咱们的布局 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布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天也天定着 我们来查一下啊 好 我们来继续 刚才我们这边写的时候 漏掉了几个地方 因为我多删了一点代码 我多删了一点代码呢 首先这个速度的所以 我没改正确 呃 不应该是以前的九 应该是我考过来的时候 我没改过来 我给low改了 这个应该是六 它的长度是六 呃 这点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看出来 它这个是在它的上面 我们这个布局指了 还有一点不正确 呃 它这个就有一点不智能了 我们在这个上面 虽然说了是要在它上面 但是还是不行 我们要在这个布局里边呢 因为我之前写在码里边 有一个属性 我low写了 是要把这个给加理了 它要在这个 负的底 我们来找一下 另外这个 和这个 副布局的这个底端 要进行一个对齐才可以 我们设成处 好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 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这个底我 稍等 我可能 啊 射错地方 射错地方 不好意思 要往上提 还是要 嗯 这是在网络员弄代码的时候 还是 所以说写代码 一定要细心的 你稍微错一点都不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这回应该是正确 但是正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布局 这个 还是错得很远 所以说我们这个GridView 应该是还是 有些参数要设的 我们再来设一下 让它看起来像 正常一点 是吧 这有几个属性要设呢 呃 我来看一下啊 有什么属性 首先我们这个肯定 从这能看出来 它这个负这个 要 要 要在 要在这个 负中间 对吧 嗯 应该是 我们来看 就是 Center Center 这个 是吧 应该是不管垂直 还是动向 都应该是 具体 对吧 这个是一个 我们通过 这个看看 看能看 不行 你不放 这个是看不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 预设一下 啊 这个 稍微像点 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要设呀 自体要设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 明显看着 挨得很紧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 间距 对这个东西 也要设 设这个属性 这就是它垂直的 这个 中间的空间 间距 我 设多少呢 我看看 我 这里边设的是 50DT 然后我们顺便 把那个 改一下 这个itom里边的 这个 字体颜色 应该是 我看 应该是黑色 对吧 字的颜色 我们也来改一下 我们先前在 color里边定义了 已经有黑色 这个颜色 那是这个吧 好 这两个属性 摄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但是这个看起来 还是有点偏差 为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 它是在它下边 对吧 另外一个图标 看到明显要小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改造一下 继续来 继续来改造 首先那个位置 对吧 哦 这个改成 我要把这个改成垂直吗 应该是可以 那咱们看一下 效果吧 那改成垂直 是不是咱们想要的 效果 这个吧 应该是对 应该是可以 然后那这个咱们就先不调 因为咱们用不了 不是这个相对不余 然后这个改了 这个自己颜色 打开这个 还好 是不是 看来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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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片的比较厉害 还不是咱们想要的 这个 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什么 比较好 在这里边 应该是 射成这个 对的 我在这里边 还要多有一个属性 射成垂直 还不行 对 你要让他 要让他怎么属中 呐县要属中 是不是 呐县的属中 是这个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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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